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个女孩回家 一万 十万 还是一百万 其实不用那么多 它只值五百欧元 之后人民币也就四千块钱 这是一部让人看不下去的电影 不是因为它不好看 而是因为它太过于真实 这世道女孩的每次交易 导演都用了特写镜头 美丽的肉体残忍的虐待 血腥的逃亡 都秋毫必现地呈现在你的面前 女孩名叫索菲亚 出生于罗马尼亚东部的一个偏远小镇 和所有年轻女孩一样 她厌俊了工厂千篇一律 日复一日的工作 向往大城市的灯红酒绿纸碎金迷 晚上索菲亚和朋友一起来到酒吧 这是他们寻找机会的一种手段 他们希望结束有钱人 克里斯在酒吧非常有名 据说她是一个电影制片人 每隔三个月就会过来挑选女演员 索菲亚已经盯上她很久了 这一次 她终于鼓足勇气毛遂自现 对于索菲亚的身高体型 容貌和气质 克里斯表示非常满意 两人相谈甚欢 车里 索菲亚询问克里斯 什么时候再回来 克里斯回复 大概三个月之后 为了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在男人的邀请下 索菲亚决定和她一起去大城市 追逐明星梦想 简单地回家收拾了几件衣服 漆黑的夜里 也没有和家人告别 带着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索菲亚坐上了克里斯的车 他们即将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 这是一个距离罗马尼亚 大约1600公里的大城市 经过一天一夜的行驶 晚上克里斯带着索菲亚 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民房 从没有走出小镇的索菲亚 也不知道这是哪里 他胆怯地询问克里斯 他们现在的位置 克里斯让他不要担心 只要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下午 他们就能抵达罗马 一想到马上就能到大城市 实现明星梦想 索菲亚躺在床上 开心地沉沉睡去 第二天 索菲亚醒得很早 床外的阳光和须温暖 想起了他现在的心情 充满希望 突然一个满脸 落腮胡子的邋遢男人 推门走了进来 索菲亚警惕 且慌张地询问对方是谁 男人不说话 只是一脸戏谑地看着他 像是看一只 露入圈套的小白兔 紧接着又有一名 中尼男人走了过来 他叫丹尼斯 是一个名叫 欢乐海岸组织的老大 欢乐海岸 是一个黑社会组织 专门从事皮肉生意 在冬欧每年都有 成百上千的年轻女孩 被他们诱拐或者绑架 很明显 索菲亚现在 是其中被诱拐的一员 几件浓妆艳抹 色彩艳丽的衣服 被丹尼斯粗暴地丢给了索菲亚 聪明天起 他就要开始接客了 索菲亚的工作地点 是一条距离市区不远的城市公路 公路上像索菲亚这样的女孩 还有十几个 她们全是欢乐海岸旗下的姑娘 在现场看管人员的注视下 索菲亚走进一辆车 这已经是他今晚交易的 第十三个客人 初来乍到的新人 再加上不俗的长相和身材 让她的生意络绎不绝 但她不能停下来 更不能拒绝客人 女孩玛丽 是她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 玛丽告诉索菲亚 在交易完成后 和客人说说话 这样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也能有更多的回头客 时间一晃 这已经是索菲亚 在街上的第十七天 期间 她无时无刻不想逃走 坐进客人的车里 索菲亚要求对方开车 为此她可以答应对方的任何要求 然而还没等车开出多远 后面一辆车就紧紧跟了上来 见多识广的嫖客 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赶紧将她推下了车子 然后发动汽车离开 索菲亚尝试着逃跑 但是一个女孩 又怎么跑得过一个黑社会小青年 毫无疑问 她被抓了回来 刚落的女孩都想着逃跑 这种情况在欢乐海岸 司空见惯 对此 老大丹尼斯并未多说 只是让小弟 拔开旁边女孩的衣服 上面一个恐怖的伤疤 触目尽心 最终为了避免受伤之后影响生意 丹尼斯叫了十几名小弟 依次轮接了索菲亚 一慌两个多月过去 索菲亚仿佛适应了战阶的生活 每天都是接客睡觉 接客睡觉 今天她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客人 虽然对方伪装得很好 但仔细一看 就知道她是一个女人 索菲亚本能地想拒绝 可对方出的价钱实在太高 是平常交一价的七倍 女人名叫阿曼达 出如此高的价格 阿曼达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去往一个偏僻的地方交易 骑士车里 他们并没做什么 阿曼达只是躺在她的怀里 睡了一夜 早上 索菲亚坐进了看守人员的车里 黑脸大汉 凶狠恶煞地质问她 昨晚去了哪里 索菲亚将350欧元递给她 看到这一幕 玛丽不由地翻了一个白眼 晚上 在刚结完一旦生意后 玛丽静止走向索菲亚身边 现在他们 已经是无话不谈的姐妹了 这是一个年龄偏大的老头走了过来 出于照顾索菲亚 玛丽主动赢了上去 没想到老头 却回头指向索菲亚 她说要玩三个人的游戏 最终这场游戏 以老头出资300欧元成交 放车里 索菲亚和玛丽各占其能 老头大呼 这钱花的值 结束完一场三个人的旅行 玛丽告诉索菲亚 以后千万别犯傻 别把所有的钱都上交 多多少少 给自己留一点 她就是这样做的 她把积攒下来的钱 都藏在一个花瓶之中 玛丽希望有一天 能攒够三万欧元 这样她或许就能离开了 只是按照她目前的收入 攒够三万欧元 起码需要15年 作诈监女的生活 总是一成不变 有一些意外的小惊喜 今晚那个出手大方的女人 又来找索菲亚了 这次阿曼达将她带回了家里 付完钱后 晚上两个女人 又是啥也没做 就是睡了一夜 然而交易完毕 回到工作地点 等待索菲亚的 却是老大丹尼斯的责罚 因为她破坏了规矩 丹尼斯将一段视频 播放给了索菲亚看 里面的小男孩 是她的弟弟 索菲亚努力解释 她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对方出了十倍的价格 她这才没有打招呼 就跟客人外出 这次 丹尼斯不以为意 她在乎的是长久的生意 只要索菲亚在她手里 那些钱 她迟早会赚到 为了让索菲亚 以后乖乖听话 丹尼斯觉得 她应该对那个小男孩 做点什么 眼看弟弟有危险 趁着阿曼达 再次来交易的时机 索菲亚痛苦且恐慌地 向她求助 再次不出所料 欢乐海岸的小弟 跟了过来 眼看小弟 就要将索菲亚拉出车子 阿曼达展现出了狠人本色 三圈两脚 就将对方干翻在地 在阿曼达身上 索菲亚看到了逃跑的希望 她要求阿曼达 带她离开 逃回家救弟弟 对此阿曼达 只是拿出了一套刑讯装置 然后将一张纸条 定在了她的手上 她表示 只要索菲亚能在五分钟之内 撬开她的嘴 让她说出纸条上的文字 她就同意帮她 原来阿曼达 曾是一名刑讯逼供人员 长期对犯罪分子的暴力摧残 让她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虐待能让她找到快感 最终索菲亚没能按时完成任务 又被阿曼达送回了黄罗海岸 索菲亚知道 这次丹尼斯会让她生不如死 眼看着看守大汉向她走来 索菲亚急忙跳上旁边的一辆车 车上是一个看起来 绅士儒雅的中年男子 男子自称大卫 他询问索菲亚是否需要帮助 女人的滴流感让索菲亚觉得 大卫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人 因此她拒绝了对方的好意 从车上下来 果然荒了海岸的车子 就在后方不远处 索菲亚又被抓了回来 这一次和她一起接受惩罚的 还有玛丽 玛丽倒不是因为逃跑 而是因为藏钱和怀孕 怀孕就意味着无法工作 这让丹尼斯非常不满 被几个欢乐海岸的小弟压着 玛丽被绑在一块木板上 一个小弟将吸尘器 捅进了她的下体 在玛丽极度痛苦的哀嚎中 未成型的胎儿 被吸尘器吸了出来 索菲亚被吓得跳了起来 本来等待索菲亚的 是比这更加可怕的惩罚 但一个男人的到来 打破了丹尼斯的计划 两人是克里斯 正是拼头出现在酒吧的导演 其实克里斯 根本不是什么导演 而是依靠拍摄拍摄色情 光点尾声的商贩 最近她突发奇想 想拍摄一部 血腥暴力的色情片 据说此片子 现在有市无价 只要能拍出来 一定能赚大钱 她提出用四万欧元 在丹尼斯这里购买几个女孩 其中包括索菲亚和玛丽 最终丹尼斯不要钱 以餐股40%为条件 两人愉快地达成了交易 晚上一个男人 冲进索菲亚的宿舍 在放倒假装阻止的小弟之后 克里斯谎称 是来救他们的 眼看小弟已经被放倒 此时已经目一成舟 索菲亚和玛丽 坐进了她的车子 飞快地驶离欢乐海岸 车上 索菲亚拼命殴打克里斯 又是这个男人 把他送到了地狱 以至于过得生不如死 最终他们来到一座私人庄园 虽然像是被救了 但长久以来的虐待和摧残 索菲亚和玛丽 监管了世间黑暗 他们仍然开心不起来 因为他们不知道 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也许是比欢乐海岸 更悲惨的世界 另一边 阿曼达再次过来找索菲亚 他找到看守大汉 询问索菲亚去了哪里 对此 大汉不屑回答 可这次 他却遇上了狠茶子 作为一名专业的 刑讯逼供人员 看似凶神扼杀的看守大汉 连两个回合都没有挺过去 就主动说出了索菲亚的去向 这片陌生的环境 让索菲亚一夜未眠 此时的她 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女孩 时间险恶 她体会再深不过 忽然在镜子上 她发现了一个红点 那是隐藏摄像头的信号灯 眼镜偷拍计划被识破 克里斯干脆 露出了本来面目 巨大的落地镜 自动破碎 紧密脸上戴着猪头面具 打扮极其变态的男人走了过来 他们是黑色和小弟装扮的临时演员 克里斯的要求只有一个 用他们能想到的 一切变态手段 折磨索菲亚和玛丽 这样真实的电影拍摄 将来一定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昏暗潮湿肮脏的地下室 玛丽和索菲亚被换上了女伯的装扮 等待他们的 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悲惨 同一时间 阿曼达来到了庄园 以干净利落的身手 放到了几名守卫之后 他来到地下室 索菲亚和玛丽被吊坐在了地上 他们的嘴巴被扩嘴去撑开 几名男子正一边拍摄 一边强迫他们将刀片吞下 阿曼达举起手枪 呵斥里面所有人将工具放下 见识见关各种残酷血型的场面 他依旧被这群恶魔的变态所震撼 然而下一秒 他就倒在了大卫的啤酒瓶偷袭之下 接下来的画面太惨了 不解说了 片鸣 拾起希望 最终未能逃脱